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狀人節目 這節正如今早所說,和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今天會不會董事會投票,sir 簽的方案 但在說這之前,想補充一點 賀龍在他們丹麥對聖馬蓮奴那場球,41分鐘就進了球 之後他做了畫面看到這個動作 據聞聖馬蓮奴的球員因為這樣就針對他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動作有什麼特別的原因會令他們那麼生氣 但我覺得看來沒什麼特別的 最好如今早所說,希望賀龍和其他萬聯球員 踢完國家隊之後都健不健康地回來 好,說回賣盤的事情 賣盤的事情,基本上今天等了一整天都沒什麼消息 可能之前Telegraph的報紙說 萬聯的董事會投票可能要退延遲 不知說sir Jim還有些事情要處理 可能要在接下來兩個星期內才進行 今天到現在都沒有消息 看來這件事都可能是真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格拉莎做了些事情 怕死萬聯球迷不生氣 他做了些事情專門令到大家沒有忍 要放棄球會 這個班主我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樣 他知不知道球迷很多是很期望 如果你做太多事情,每樣事情都跟球迷的期望差那麼遠 甚至乎是球迷的意願相反的話 那個後果是怎樣 我真的覺得不太明白 如果這件事是因為sir Jim而言辭 而更加失去幾前寵 這個人說是將來會 即是理論上接管萬聯的足球部 原來都是這樣的人 那真是失去幾前寵 我不懂得說 無論如何都好 我原本都預備了一些資料 就是Deafletti的一個報道 就是說 如果這個董事會 去到萬聯的董事會 表決的時候 其實什麼人會去表決 還有怎樣才會令到這個方案通過呢 就是這樣說的 這個文章也是兩天前的 他就說 在sir Jim的陣營方面 他們不可以公開說 但是有些消息人士 就跟Deafletti這樣說 其實那個計劃已經大致上同意 但是也有些 最後的仔細事情要再搞清楚 所以 但是 我們之前也見過 這個所謂的賣盤的資訊 和那個說來講 又說搞點 談成的 全部都是 一天未正式簽約 一天都未真的 所以 一天董事會未投票 一天都未落實 所以這個董事會 原來有12個董事 首先來說 最重要的是 這單賣盤 是說sir Jim就會有 體育方面 即是足球方面的控制 亦都會 放一些新的管理架構下去 所以 這個也是一個重大的改變 對於萬聯這間球會 但是sir Jim現在這一刻 就會跟萬聯的商業方面 就不會有任何的刮割 即是說 卡拉薩仍然是溫商業方面的 但是sir Jim亦都在談 希望可以最終 買到萬聯的大部分股權 證明了這件事 就真的未落實 根據The Athletic的報道 如果是真的話 就未落實 sir Jim長遠會拿到 這個最終的控制權 所以來說 他亦都說了 這幾天都有很多資訊 譬如Paul Mitchell 剛剛離開了 摩納哥 這個球會的體育總監 亦都回到他的出生地 萬奇斯特 亦都考慮 即是sir Jim可能會找他做足球總監 他之前的 在西藍頓 熱刺和萊比錫 都是做得不錯的 亦都和sir Jim的陣營 的人都熟落 OK 另外 之前也說過 Michael Edwards 和Julian Ward 這兩個前禮物部的球員 足球部的總監 或者幫忙買人 這兩個人 都可能會有 再之前也說過 現在在 紐卡蘇的Dane Everett 亦都是其中一個範圍之一 不過Dane Everett 走的機會就很小 亦都之前和大家說過 一個體育部門 sir Jim的左右手 就是sir Dave Braithford 我另外看到一個報道 就說 這個人在搞這個 Lease的時候 即是法國那間球會的時候 幫sir Jim 搞得一般 看過世經國上次的經驗 就希望sir Jim 不要再找他做重要的決定 即是說 可能他就給了一個概念 就是sir Jim的想法是怎樣 就讓他下面的人去執行 就不要讓他做執行 因為讓他執行 都很糟糕的 無論買人方面 或者球會的運作方面 都不太行 所以這個大家要留意 那個消息人士 就是Deathletic的消息人士說 其實因為始終萬聯在紐約上市公司 所以很多事情他們也不方便說 因為始終有一個保密協議 那樣 他就要 原本之前這12個人的董事會 就投過一次票 關於sir Jim的計劃 不過當時來說 sir Jim想買51%的股份 而當時那一刻 那個投票是通過不了的 所以 其實這12個董事就投過票了 那當時來說 sir Jim想買 class B的share 原本只是Galasar才可以用的share 那發覺原來 就有少少技術上的問題 法律上的問題解決不了 所以今次來說 sir Jim可能會買 class A和class B 即是普通市面上買到的股份 class A和一部分 Galasar才買到的股份 class B 這樣計算25% 就好像搞定了上一次法律上的問題 好了 也很重要的一件事 究竟哪12位人兄 可以在萬聯的董事 有投票呢 說真的 以前我一直以為 是在萬聯的董事會 可能以前也是 但現在沒有他份 可能因為他已經年紀大 現在介紹一下 12個人是什麼人呢 首先有6個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格拉莎的6兄弟姊妹 那當然大家都記得 Avram和Joel主要負責萬聯的董事會 他們兩個就好像不想賣光了 而另外4個就想賣光了 所以看來他們6個 如果Avram和Joel都同意的話 另外4個就沒理由反對 所以這6個人應該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其實其他加拉莎的家族 都是在加拉莎的家族裡的生意 其他部門的方向幫忙做事 除了6個之外 還有3個都是球會的職員 包括誰呢 包括我們的CEO Richard Arnold 我們的財務總監Cliff Batty 以及法律的顧問Patrick Stewart 所以加上他們3個就有9個 那他們3個究竟 代表他們自己投票 還是代表會方的好方面的投票 這就真的有興趣了 不過他們3個 理論上就應該要跟回大隊 OK Richardo不需要我介紹 大家都知道他近來經常出來說話 轉會時他也有份參與 例如迪莊這件事 他就飛了幾次巴塚龍蘭 但結果都談不成 原來Richardo都有Class A的分享 根據財務公開 沒有Class B 因為Class B 最大投票權 十倍投票權 就是加拉莎線遊 財務總監Betty 一直都在萬聯工作 2016年開始 之前在一些賭博行業做過 他也很多時候在投資者會議 他的聲音就會有出來 因為說回財務報告 法律顧問也主要是做法律上的事 另外3個 就是total 9個 說了 還剩下3個 哪3個呢 就是3個人 就是一些獨立的董事 包括 一個叫Robert Lato Manuel Saha Sahay 和John Hawkes 這個Robert Lato 是什麼人來的呢 就是一個高層 在這個Rothschild 這個Bank裡面 第二個Manuel Sahaay 就是這個 之前 國際 板球協會 的CEO 2021年 就離開了 之前做的 John Hawkes 就是 一個時裝品牌 很有經驗的人 他曾經做過 George Armani 和Ralph Loren 的一些高層 OK 這樣就是 總共12個人 究竟這十幾個人 怎麼投票的呢 當然是一人一票 但是 有沒有一個 否決權的呢 原來 根據The Athletic的記者 看了 萬聯上市的文件 沒有一個個別的董事 是會有否決權的 OK 所以這件事 也有趣了 當然 簡單來說 這個投票應該就是 排一個 majority of vote 十二個裏面 只要有七個 或以上的人 投票 贊成 反對就反對 就是少數服從多數 簡單多票制 十二票裏面 超過六票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打和 六對六 那又怎樣呢 六對六呢 那就是 Joel和Aflam兩個 co-chairman 就可以有個 最終決定權 但是 The Athletic就說 這個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 Aflam和Joel兩個主席 都是一個贊成 一個反對 那又怎樣呢 他就說 根據他們找到的資訊 萬聯的 那些 Document 就沒有寫到究竟是怎樣的 所以 有個情況 真的有機會 整個董事會頭 六比六 兩個主席 又是一比一 那怎麼辦呢 那我真的不知道 到時候才算 可能 不過 我們萬聯球迷的立場 請你快點 一個定案 對不對 你賣給sir jim也好 賣給卡塔爾也好 賣給卡塔爾也好 快點一個定案 那我們就可以跟住 定案之後 怎樣做咯 現在說真的 整個球會上下 足球報、非足球報 加上我們千千萬萬的萬聯球迷 都是被你們搞到 一鑊足 這次在這裏 多謝各位視頻收看 拜拜